Hello大家好,我是小燕 今年的iPhone14系列发布之后热度并不高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知道 今年发布新款的iPhone 确实有着不错的配置和设计 但是价格可是一路飙升的呀 按照现在的经济萧条形式 对于这种过万的手机 当然是 以其下的iPhone14系列或者说iPhone13系列 还不如选择已经成为旧手机的iPhone12系列身上了 因为旧手机意味着价格的幅度可是更大的哦 事实确实如此 对比14系列的价格 12系列至少要便宜一大半 对比13系列又可以少个2000起步 这也是今天我要给伙伴们带来iPhone12系列的原因 我手里有4台这些都是刚收到的 这种海军蓝的颜色的话 都是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而且这些都是一个主流的内存256G的 我们切换一下镜头看一下它的外观橙色到底如何吧 毕竟发布了有两年时间了 外观像这种95星的橙色已经比较少见的了 iPhone12系列是苹果第一代支持5G的机型 而12 Pro Max则是这个系列当中配置最高的 而且使用体验也是最好的 它的很多核心和配置 还有它的流畅方面都是放到现在依旧很抗胆 说实话如今降到了4000多的确也是值得简陋的 比起那些iPhone13跟14真的是划算的太多了 打开关于本机这些都是一个AeroAero美版的 256G的内存所以机框是非常漂亮的 电池电销都很高 点开来看看 都是95、97还有两台99的 都是全原装不露气的亮机 这些拿回来的行情上面都有著名 因为这两台是99%的电效 所以是4550 这两台电池是在97跟95的 所以拿回来是4500 说实话如今掉到这个行情确实是值得简陋的 那么iPhone12 Pro Max对比iPhone13跟14 你们觉得划算吗 好了 待会我们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